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增演的电视剧,作品的风格切换自如,这部剧还荣获精英奖 迪丽热巴增演的电视剧,作品的风格切换自如,这部剧还荣获精英奖 迪丽热巴是当红的明星,她的演技也是杠杠的,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,三生三世中的三生三世枕上书,三生有幸 好在三生三世枕上书并没有拖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而是让所有人都对她刮目相看 整个剧的情节不拖泥带水,特效也很给力,可以说是古代玄幻剧的顶点 青秋地基白凤九迪丽热巴饰演,太成功尊神东话帝君高伟光之间的恩爱 热巴的微表情,高伟光的深情目光,都为该剧平添了不少光彩 白凤九就像是为迪丽热巴量身定做的一样,在电影里,她展现了很多温柔的一面 而迪丽热巴则是将她的柔美演绎的淋漓尽致 二,长歌行著 那一年可以说是爱国年,很多电影都在拍摄爱国题材的电视剧 而长歌行则是一部以爱国为题材的电视剧,讲述了一位传奇李长歌为了重拾大唐而肩负的重任,以一场又一场的复仇而成长 热巴饰演李长歌的时候,整个人都透着一股高傲,一本正经的打扮,一头笔直的头发,就像是一位真正的武侠 热巴一改之前的天真可爱,而是加入了一些打斗的镜头,让我们的粉丝们都能从热巴的身上看出她的潜力 三,烈焰焚身,烈火热歌 该剧是三生三世的原班人马,迪丽热巴又与张彬彬等人合作,根据明小溪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功夫电影 迪丽热巴的角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,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,和张彬彬的战风很般配,不仅有帅气的偶像,而且还很有武侠的味道 四,漂亮李慧珍 李慧珍迪丽热巴饰演,从一个路人角色蜕变成了一个完美女人,她和初恋白浩与圣一轮饰演之间的爱情故事 迪丽热巴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女配角的冲动,也很好地诠释了她的情绪变化,将李慧珍的天真可爱和她不畏艰险的性格完美地诠释了出来 这部电影中,不仅有许多甜蜜的爱情故事,更多的是展现了当下年轻人的艰难,李慧珍和白浩宇在车里的争吵,可以说是一部经典的电影,完美地诠释了夫妻间的爱恨情仇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,在2018年拿到了精英奖,可以说是专业人士对这部电影品质的认可,也是对迪丽热巴最大的肯定 迪丽热巴的人气节节攀升,各种综艺节目都纷纷投出了橄榄枝,祝福迪丽热巴事业一帆风顺,一帆风顺 迪丽热巴的蝴蝶屯,高个子的胖迪,让人羡慕不已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